台湾采购了国外的新冠疫苗 目前已经知道的厂牌 主要是以AZ跟莫德纳为主 但国内的医师认为 由于这两者之间 防护力是有着明显落差 以及到货时间不同 未来如果开放施打 状况恐怕会变得更加复杂 很有可能优先接种的民众 会不愿意接受最快抵台的AZ疫苗 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另外也有专家分析了 疫苗冷链规划 应该还是会保存在医学中心 才可以符合各种温度的条件 专家认为因为我国 采购的行为保守 而且压错保 没有压保眼光 加上接种的骑程 明显是比欧美来得慢 未来部分国家开放边境 如果台湾还没有施打足够的疫苗 仍然得面临锁国 台湾采购国外新冠疫苗有了着落 目前一支厂牌以AZ和莫德纳为主 但国内医师认为 由于两者保护力有明显落差 加上到货时间不同 未来如果开放施打 状况恐怕变得更加复杂 莫德纳的疫苗的效果是94% AZ的效果是60%几 因为国家有两个疫苗 或三个疫苗的时候就很头痛了 那如果效果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时候 会造成接种者会去选择 或者他不愿意接种第一种疫苗 另外对于疫苗冷链规划 中国副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指出 第一波施打对象大多为医护 应该是以一个区域选择两个地方存放 主要为医学中心 因为各种温度条件皆能保存 但回顾辉瑞BNT疫苗采购争议 中研院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认为 最主要还是缺乏压薄眼光 没有预先采购 因此以现在各家疫苗长产能来看 能买到辉瑞BNT疫苗的数量 就是会比AZ疫苗少 前机关局长张宏仁则说 台湾采购比较保守 除了受到现行采购法限制 也与疫情控制具有优势相关 至于能从COVAX平台获得20几万剂 已经是巨大里程碑 而前机关局长苏一仁则提醒 我国接种速度明显比欧美较慢 万一部分国家开放边境 台湾没施打足够疫苗 人得面临锁国 不管是国内人或国外人 如果他有打过疫苗 而且他证明他有保护性的抗体 他就可以自由建出了 这种人不需要锁国 可是他必须证明他有抗体 不是只打过疫苗 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鼓励 这些需要旅行的人赶快去打疫苗 医师强调未来各国如果陆续开放边境 也能促进民众接种疫苗意愿 但采购厂牌最好不要太多种类 才能降低民众疑虑 记者陈子凡 陈兴顺 台北报道